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一到二十四節 那時羅馬皇帝阿古士督頒布了御子,要在整個羅馬帝國進行戶口登記, 這時據利紐任敘利亞總督期間首次的戶口登記。 所有人都要回到本鄉去登記,因為藥室是大衛王的後代, 他必須到大衛王的家鄉,猶太的伯利行辦理登記。 於是他從加利利的拿薩勒啟程,帶著明顯懷有新人未婚妻馬利亞同去。 他們到達以後,馬利亞的產旗到了,就生下了投胎的兒子。 他用布條把孩子包裹妥貼,放在馬曹女,因為那裡沒有地方給他們留宿。 那夜,有些牧羊人留在附近的野外看守羊群,忽然有一位主的天使在他們中間出現。 主的榮光籠罩著他們,他們經據萬分,但天使安慰他們說, 不要怕,我給你們帶來一個喜信,要為萬民帶來極大的喜樂。 舊主就是主基督,今天在大衛的城伯利行降生了。 你們會看見一個用布條包裹妥貼的嬰孩躺在馬曹女。 憑著這個記號,你們就會認出他來。 突然間,有一大隊天軍出現,和那位天使一起讚美上帝說, 榮耀歸於在天上至高處的上帝,平安臨到地上他所喜愛的人。 天使返回天上後,牧羊人彼此說,我們去伯利行吧。 看漢漢者已發生的事,就是主告訴我們。 他們趕緊進城,找到了馬利亞約失和那個躺在馬曹女的嬰孩。 牧羊人見到他以後,就把所發生的事,以及天使告訴他們有關的孩子的話, 全都告訴了大家。大家聽見牧羊人的話都十分驚訝, 馬利亞卻把這些事藏在心裡,反覆思想。 牧羊人回到羊群那裡,為著一切所見所聞,歸榮耀給上帝,並且重贊他。 事情就和天使告訴他們的一樣。 八天後,嬰孩受了葛禮,並起名叫耶穌。 這名字是在他還沒成胎的時候,天使給他起的。 在生孩子後,獻結靜祭的時候到了, 耶穌的父母就按照摩西律法的規定,帶他去耶路撒冷,要把他獻給主。 主的律法規定,婦女頭一胎若是男孩,必須將他獻給上主。 於是,他們按照主的律法獻上所規定的制物,就是一對斑溝或兩隻初鴿。